一家六口爸爸先抱著 比較小的孩子過馬路 後頭媽媽也帶著三個小孩 沒想到他們不等大人 帶頭的七歲姊姊跑起來 跨越雙黃線 因為視線死角 小女童被對向轎車 狠狠撞飛好幾公尺遠 媽媽嚇到尖叫狂奔 兩個小朋友當場傻住 目擊民眾也不知所措 撞到之後就跪地痛哭 然後一直哭喊這樣子 然後救護車就來了 要過馬路要帶著他過去 尤其那麼小 而且又沒有辦法去的地方 怎麼可以讓小孩子自己跑 這個我覺得很不負責任 改動兩隻誰 驚悚車禍發生在四號下午四點多 台中北屯河北文心路口 二十五歲往性駕駛 撞上穿越馬路的七歲女童 女童送一檢查 全身多處擦錯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父親的部份已經先到對向去了 母親還在車子旁邊在整理 整理東西 所以變成沒有注意到小孩的 這個部分 家長過馬路沒有走斑馬線 孩子不懂事 有樣學樣 差點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也做了最壞身教 記者林彬李雲杰 台中報導